大家好 在這個Webduino Broccoli範例影片裡面呢 我們將會介紹 利用LED點矩陣加上風明器 那實做出一個倒數計時的裝置 那在倒數的時候風明器也會發出聲音 然後倒數的數字就會有LED點矩陣來顯示 那倒數結束之後我們就會播一段音樂 然後LED點矩陣也會跑一段跑馬燈 好一開始就一樣先把這個開發板放進來 然後把這個點矩陣放進來 角位設定為9011 風明器放進來角位設定為12 那基本上這些角位就是看大家自己的接線 那來去做一個設定 那因為要做一個倒數計時嘛 所以我們這邊就一定會用到回圈 OK回圈 那我們把回圈放進來 那這邊有一個重複 那這重複的話我們就 選擇直到 那就是直到什麼時候 這個回圈它就會停下來 那因為我們需要知道 他會 直到什麼時候嘛 好所以我們這邊就要設定一個變數 我們把變數名稱設定為A 時間好了 Time 那這個Time呢我們一開始就把它設定為10 也就是倒數10秒 OK 然後再來就是當 這個時間結束的時候我們就把 他 邏輯這邊 當這個Time 等 等於 1的時候 也就是他等於1的時候會結束嘛 所以下一秒就是0 那他就會 就會開始進行我們要完成的一個指令 等於1的時候這回圈就會結束 然後在執行回圈的時候每一次我們這個Time都會-1 所以我們就 讓他進來 Time 等於 Time-1 Time-1 OK然後這個Time呢我們就直接用LED點矩震來顯示 顯示圖形 然後這個不要 點矩震顯示數字 讓他顯示這個Time的數字 OK 放進來 那這樣子這個Time他就會顯示 又 透過LED點矩震顯示 然後在這邊我們每隔1秒 那去做一次這個回圈的動作 直到Time-1的時候他就會結束 那結束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我們就來播一下LED點矩震的跑馬燈 好那在這邊我們來播一個圖案好了 那就讓他播個愛心吧 然後在這邊我們再隔個 3秒好了 就把LED點矩震給關起來 OK 好剛剛我們已經設定完LED點矩震 再來就是來設定風鳴器 好那我們把風鳴器 讓他在倒數的時候他都會播一個多的音 讓他8分之1秒 然後結束之後他會播一段音樂所以我們這邊要來建立一段音樂 建立一段音樂 Music Music 然後 把它放進來 然後這是Do,Re,Mi,Fa,Sou,La,C 那我現在再多一個Do 然後就用 使用Bother播放這個Music OK 那到這邊我們就已經 完成了這一個倒數計時器 那我們來實際測試看看 那風鳴器在這邊待會他會發出聲音 直行 OK很順利的 照著我們要的步驟左 OK 那過3秒他就會停下來 那我們再看一次 OK OK 那這個就是今天的Webadreno broccoli的範例影片 那主要就是用了風鳴器 LED點矩陣 回圈以及等待 的這些功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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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